花蓮县的幅员辽阔电影放映多集中在北区 为了让更多人来观赏优质的电影 花蓮县政府和花蓮县文化局特别办理了 2020花蓮电影节系列活动 响意今年全民运在花蓮举办 主题是以静自动 要用影像来呈现运动的多元面貌 而这些天是来到了花蓮南区的浊西乡中平部落 播放了香港剧情片《密留大叔》 而在放映后和台湾导演洪马克也进行了讨论 而来看电影的部落族人纷纷表示很激励人心 慵懒的坐在地上 头抬起来就可以看到大萤幕播放影片 这是花蓮电影节系列活动 这次来到卓西乡太平村的中平部落 台湾导演洪马克也远从台中与部落族人一起来看电影 在讲一个认同 其实香港人对认同有很多很多的很纠结的地方 那我觉得台湾人也是 那我们不同的族群的同胞们也都是有认同的问题 不是认同 因为在认同上面有很多的挣扎 那这部片它其实用一个很好笑的故事 就是在包装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很沉重的议题 这部香港剧情片逆流大叔是一部反励志 反鸡汤反套路的励志片 电影是由四位中年大叔经过一番过程很励志的赛龙舟训练 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多大的收获 人生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虽然结局反套路 但是电影里香港底层小人物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 港人特有的幽默以及勾起人很多记忆的老香港电影元素 还是让人觉得逆流大叔是一部诚意之作 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罗文是谁 罗文是狮子三下这首歌的原唱 那狮子三下是什么 它是在讲香港人就是不愿意放弃的一个精神 所以整部电影一直在讲狮子三下 所以一开始他写罗文的时候是暗示他们 其实这部片是在讲香港 在怀念香港以前的盛况 花莲县幅员辽阔电影放映多集中在北区 为了让更多人观赏优质电影 花莲县政府以及花莲县文化局首办 2020花莲电影节系列活动 响应今年全民运动会在花莲 主题已经自动要用影像呈现运动的多元面貌 记者高雄商卓西采访报道 川莲县文化 现在我们的都可以出门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形转发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形转发